不停去提醒自己,千萬不要那麼離地 做創作的人很多時候都會是進進出出 我們會有一個適當的距離去觀察 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這一刻不把它畫下 我應該永遠都不會再做這件事 這件事是中環 這些年輕人 他們看著那個方向 已經排開了一群防暴警察 反而我不是描寫前面 衝突的樣貌 而是在旁邊的鏡頭 只是向右轉了一點點 看到這些戴了頭盔 戴了眼罩的示威者 他們在戒備時的狀態 你會說 這群已經對未來沒有想像的年輕人 他們可以犧牲自己 站在街頭上 其實很長時間都在戒備狀態 所以我就 刻畫他們的時候 就在畫他們這個時候的背影 蝦春斐 他原本還沒有想像 描述他的作品 錄像昨年的抗議 事件 他已經開始畫他們 作為一個方法 操作他的感情 但是 他們現在在外面展示 在外面展示 在外面展示 《Portraits From Behind》 在時 他經常感受到 第一次的抗議 在外面展示 第一次的抗議 在外面展示 他會被描述 第一次的抗議 他會被描述 第一次的抗議 在2019年 6月12日 當我可以打開眼的時候 兩個人都已經不見了 最先是右邊 一個跌倒之後 我拉著他跑的人 一隻很輕的手臂 然後就是在左邊 幫我沖洗眼睛的臨時救護 兩個人在我失去時角的時間 出現又消失了 我想我選取的角度 當然一來就是想 從另一個側面 去記錄這件事 你說一百萬人 二百萬人的和平示威 都是因為每一個人的參與 每一個人的在場 才可以令到他成為了一個 溫和但是強大的力量 在這個展覽裡 甚至會有我自畫像的出現 曾經在現場感受到 那個真實的重要性 我以往的創作可能都是 吹向理性的 我一向都不覺得自己 會在作品上面 有一些宣洩或者治療 都發覺自己 在過去幾個月 我以為自己 不會有太多情緒的波動 但是我亦都會發惡夢 我亦都會看著畫面 是熱淚盈康 會流眼淚 我這些 將情緒藏起來的人 但是都有這些情況 我就會發覺自己 其實都已經有很大的影響 發生了在我自己身上 幾個月畫下的話 它牽涉很多社會的東西 牽涉很多政治的東西 但是偏偏它也都包含了很多 自己個人的情緒 自己個人的感情在裡面 他以前的工作 都會長大 這次 他正在工作上 比較小的 一開始就不如找一張小一點的畫布 我要很短時間將看到的東西記錄下來 我一直畫小的時候 又發覺將那些這麼大的畫面 這麼寬闊的畫面 這麼宏偉的畫面 將它壓縮在很可能 一個手掌這麼大的畫幅裡面 那個是一個濃縮 那個是一個情緒上的壓抑 但是其實也是一幅畫的力量 反而在展覽裡面 唯一一張比較大的作品 就是兩米的機場集會的畫面 就是我想將越是和平 越是有秩序的東西放大來畫 就是一個對比 它是五年才剛才出現的工作 他剛才說在這個時候 他已經重新思考了 他的藝術和社會 有一個無力感 事實上是真的覺得 再多的發表 再多的展覽 是否會令到大家 有多一分貢獻 是會有小許的感覺 我現在開始看的角度不同了 又或者其實慢慢會看到 之前做的事 似乎開始有發揮力量 無論我們今天發生的事情 是會轉好還是轉壞 這段時間都一定會被人淡忘 今天它畫下了之後 無論過了多少年 如果這幅畫仍然存在的話 這份力量會傳給將來的觀眾 Ciao believes that involving himself in society adds meaning to his work In 2012, he stepped out of his comfort zone and ran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experience may have led his work in a new direction 或者一些抗爭的運動 但是同時間又要把握著這個節奏 自己在工作室裡 再去怎樣用創作 繼續做一個紀錄也好 繼續跟這個城市一起生活也好 As Chao has been responding to the events around him Chan Yeung Estate a public housing estate next to his studio was recently designated a quarantine site Ciao and fellow artists have responded to this by making their feelings known to the government he says the issue has had a strong effect on him and he refers to it as a postscript in his exhibition 2020年2月12日 一夜之間 我工作室旁邊的晉陽村 圍滿了大水馬和警察 然後他就變成了武漢肺炎的隔離營 原本要搬進村的居民 找前一個街口已經被警察舉旗驅散 當中不少的居民 已經退了他原本的劏房 幫小朋友改了學校 突然間他新的家就被精容 無路可退 是 時至今日 這個展覽 亦都好像是剛剛 這場抗爭的運動 去到後來抗疫 這個轉折的時刻 似乎這個展覽 是一個 剛剛過去這幾個月的紀錄 那我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 都是向著靜觀 究竟我們將來會如何 證明